空军认为说这个飞机迟早要退换 那再过三年 我们这个F5就要退役了 那在这两三年当中 需不需要再花这笔钱 来更换这些座椅 有人说这些座椅 纵然你换了以后 将来还是可以 新的座椅 它还是可以用到其他的机型上面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去年刚发生 那现在又出了这个不幸 中广论坛 这个问题我早在某一个电视台有说 奇怪 都没人在讨论 那真的新通共台 每天都没在报 还有什么问题 我跟你说 台南市有一个公司 你们如果做兵 你们都有印象 炮兵 你们如果做炮兵 热炉那边有一个炮好 金中山村 那边有一个平石营区 平石营区在哪里 这国防部的土地 国防部的土地在哪里 就在这个 现在台南市 孟时代 那时候在生台的丹平 成功大学东边 东宁路到底到中华东路 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开发的不错 然后赖清德 这起定的时候 他就要把这边规划成 台北市的东区那样的 信义区 这种精华区 黄卫浙也是这样说 但是你们觉得 听过国防部的土地 会去用帝去做野区 这事情大条 如果这样 台湾真的大条 结果 我刚开始也不想说 有可能啊 国防部 到最后我去了解 真的有意思 所以我要问啊 因为我们的国防专家 王大白的立委 听说这是有大白的立委 改立在里面 不是国防部的土地做得到 可以做出来做野区 这如果没有大白的立委 哪有可能 所以我请王大白的立委 你应该出来说明一下 是不是 你去跟他搭三天的 不然他们怎么做得对 你知道这野区 做的那些地方 已经交通有够乱了 交通的流量不足 各位朋友 你不要以为 你在台北市 在台中市 没同的 你们有捷印系统啊 台南没有啊 这整个厚多摆都去 开车厚多摆去 所以一个野区 那些土地五千平 如果照顾 要做野区就怎样 一千平 四千平要做停车厂 这是最多的 他不是 他是四千平 做野区 一千平 做停车厂 这样才对 你想看看 那里有九地 没到九地 那经格的当局就对了 那些精华地带 交通是绝对乱了 但是这还记住了 如果出来 揭震的时候 国民党啊 台南市议会 国民党党团 竟然发表了 不自杀声明 那现在是怎样 是欧洲呢 然后竟然放话 说国民党 这些议员 这次会出来反对 就是没有拿到好处 哇 心悉啦 你们反对 夜市就是没有拿到好处 我再问那里长呢 那里长 王南部 这个真的勇敢的 他说我绝对反对到地 他说 委员啦 一定不可以做 这整个档枯 这整个都乱了 八千没办成我 听说 后来叫人去找里长 他有过很多人数 希望里长可以支持 那你要想看看 你们家 包括你吃两个 你们就是没有拿到好处 才反对 哇 慘啦 那没有反对的 都有拿到好处 那什么人拿的 你们给我说报一下 国防部 你们出来说清楚 国防部的土地 可以拿来乘租夜市 他说国防部欠钱 欠钱很简单 那旁边也有两三个案 是国防部的土地 都已经招标出去了 台南委托台南市政府办理 然后标给建商 建商盖的 做一部分要做社会住宅 那我也跟黄社长讲 在那个地点做社会住宅 怎么会合适呢 土地一平一百万 台南市的土地拿出来标 第一次土地破百万 标售就在这边 所以这次 王立委你不是出来说话吗 王府八千岁 王府八千岁 新通光台 哦 原来 你能做一间台北市 做到背清的 又送早餐寒税 难怪 国防部的土地你租得到 是不是你应该出来跟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 其他媒体没人在报 都没人在报 国民党议会党团 发表不自杀声明 啊你都不报 不报 我自己报 我告诉你听 啊你去了解 哦 这亚齐啊 到底这样有严重吗 什么叫肝胸狗结 检调 有掌握啊 有掌握 我听说有人拿钱啊 那为什么不办啊 为什么不办啊 台南市亚齐已经有很多啊 很出名的亚齐 你都知道啊 亚齐的经济 是没内资啊 你亚齐应该要生气啊 结果你亚齐又做这个传统的亚齐 所以 最后必须 恩威特市長 黄伟哲 黄市长 你要表态 所以市長呢 他还是 这次我们来给他娶乐 他有理解到这 对经格台南市 当区到经格大台南的发展 因为第一 台南市的这份系统还没起来 你没有捷运系统 你势必一个夜市会带动整个很多的车流 车草 尤其是机车 汽车 本来东西梦时代这边已经交通已经很拥塞 所以这次呢 黄伟哲市长 他就很理性 而且也接纳了国民党党团的这个建议 所以最后呢 就是台北不符合 地幕不符合 我跟你说 不必再检讨他过去 所以 再送那一句 空军认为说 这个飞机 迟早要泰换 那再过三年 我们这个F5 就要退役了 那在这两三年当中 需不需要再花这笔钱 来更换这些座椅 有人说这些座椅 纵然你换了以后 将来还是可以 新的座椅 他还是可以用到其他的机型上面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去年刚发生 那现在又出了这个不幸 我们大家都很痛苦 很丧心 所有全世界这些军人 他们是保家卫国 当军人出了意外的时候 几乎该国的元首 都是用最高的 敬意 最悲痛的心情 来悼念 结果我们听到 民进党当局 如果今天是高雄市政府 出来办这个活动 那还好 今天不是 今天是民进党 党主席就是我们的最高元首 国家在办伤事 他说28号要到高雄去大港开舱 为什么这个椅子的预算 从6亿 现在又出了事 现在变成7亿8 而且比照韩国的价钱 我们贵了人家好几倍 光是这个椅子 弹射椅子就这样 那这中间到底有什么猫腻 是什么人在里面 冰冰冰冰 对不对 这一个 菜港一个椅子而已 就要给人家贵的钱 我们的椅子都空金顺 所以台湾在这个军购 当然我们因为两岸关系的紧张 那当然这70年来的两岸在对峙上 虽然有和缓 那有交流 有平稳的一段时间 但是两岸早期的军备 竞争 对峙 那一直到现在 我们已经走不回军备竞赛了 我们跟大陆玩不起了 台湾因为已经 你不走和平的路线 如果是走武力对抗的话 不但会很惨重 当然大陆也逃不了便宜 他也一样会受损 而且这会连带影响到整个经济 这两岸除非 就是要玉石俱焚了 否则 你就是一定要和平凶竹 啊 柯 是 在两岸 权